上一張專輯得了金曲獎最佳樂團之後 1976隔了五年才發行新專輯 封面和主打MV很特別 設計師特別找來熱感應攝影機 拍出1976和歌曲的溫度 成軍十八年的1976除了製作新專輯 他們還要照顧年輕的新樂團 雖然很忙 但他們覺得跟年輕人分享自己的夢很棒 電腦螢幕上高低起伏的聲波 在他的眼中是一段段美妙的音符 他是張崇偉1976的吉他手大麻 其實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就是有一天自己有自己的廠牌 還有錄一次可以製作別人的專輯 嘗試開發不同的編曲 是音樂製作人對歌曲的態度 2007年大麻開始在小小的錄音室中 不斷為獨立樂團的朋友 跟玩團的學生們編織音樂夢 想要自己做一些紀錄的樂團 像大學人可能是因為要當兵 或者是要去就業了 然後他會希望有一些紀錄留下來 那種的熱血不太一樣 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 對於這首歌從沒有到有 然後他很不完整 到最後讓我覺得很感動 都在這個小房間完成 很特別 對於新單曲公館在錄音前後的變動 讓大麻很有感觸 這首歌讓我本來就有一些畫面 希望他做到現在的樣子 其實我是非常滿意的 然後最後混音出來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他超過我們的能力 就像大學兄他在錄服的時候 他可能甚至沒有跟著音樂打 就是我請他跟著節拍器打 然後後面是後幫他剪的一些段落 然後變成他現在的樣子 我覺得如果這個製作的過程 交給給我的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地方 不是我想像的 那我很慶幸我在自己的地方 可以感受到那個過程 從一部電影的淚水滲過了 河水帶走悲傷 這茅木短愛情 距離上一張專輯隔了五年 1976發行新專輯 不過MV中很難看清楚四個人的長相 連樂器都只留下些微線條 這是封面設計師的靈感 利用熱感映攝影機來拍攝 他聽的時候 他覺得音樂的溫度 就是他想要直接呈現音樂的溫度 然後這是我們四個人的 熱感映的圖形 就是通常我看熱感映的相片 我才知道 就是眼睛 眼窩 溫度會比較高 鼻子溫度會比較低 然後鼻子溫度會比較低 在熱感映攝影機的鏡頭下 樂迷可以直接看見 1976和歌曲交流的溫度 在樂壇打滾的18年 1976依然保持年輕的心 嘗試沒有接觸過的事物 要隨著旋律持續向前推進 出發 出發 出發